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Z是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意味结束 所以这部作品推出的时候也意味着对于鸟叔来说 这就是龙珠系列的终章 故事发生于龙珠后五年的世界 这部作品的世界观就比第一部要大得多了 外星生物人造人应有尽有 悟空的绅士也被贴上了赛亚人的标签 赛亚人的出现开创了金发沙玛特造型时代 整部作品分为赛亚人片 纳美克星片 卡里克二十片 人造人片 戒房星片 魔人不欧天 弗丽萨 沙鲁和不欧这些经典巴斯形象 让人耳熟能详 这部作品将龙珠推上了全新的高度 如果不是个人原因 Z系列应该是龙珠里面的最巅峰的作品了 第三名 龙珠秒出 龙珠系列的开山之作 1984年在詹姆上开始连载 划时代的经典从此开始了传奇之路 这部龙珠作品在现在电视上面 依然能看到他的身影 只要集齐七个龙珠 就能召唤神龙实现你的愿望 深山骚年悟空 邂逅科学少女布尔玛 踏上了寻找龙珠的冒险旅程 第一部作品的世界观 主要还是围绕在地球里内 一开始观众好像对寻找龙珠的冒险篇章并不敢冒 人气一度下落后最低临界点 直到推出天下第一舞蹈 会后龙珠赤欢迎程度 开始学长传稿 比克大魔王篇帮助龙珠 造就顶峰成为了杂志的头号王牌 因为考虑到作品世界观局限性比较大 达到也没有后期作品经验 所以排列在第三 第四湖名 龙珠超龙珠超 根据龙珠原作改编而成 鸟珠担任编剧 描述悟空等人与魔人波欧战斗结束后的故事 在龙珠超出现前 GT已经被广大龙珠迷所吐槽 龙珠超出现后 变成了老粉丝新的吐槽对象 画风没有遵循Z的风格 战斗力体系也有点崩塌 虽然这部作品总体来说口碑比较差 有点痴情怀加成 但是作品在市场表现 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它能让龙珠重新走回了人们的视线 熟悉的人物和热血的战斗 造就了龙珠新的人际高峰 变成了老粉丝新的宗里相当